58岁的邱女士是肋风湿性关节炎病患 两年前某一天早晨突然无法起身 手脚关节发生肿胀 上下楼梯都举步维艰 回诊检查才发现肋风湿性关节炎发作 原本使用的药物控制病情有限 在那一段时间 楼梯是我最怕的 最怕看到的部分 因为那么简单上下楼梯 一般人认为那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可是我上不了楼梯 因为我每踏一阶的楼梯的时候 关节因为肿胀疼痛 以至于就没有办法 顺利的上下就对了 邱女士经医师评估疾病活动度 顺利申请使用生物质剂 每月一次的静脉注射 经过八个月的治疗 发炎指数获得控制 终于能轻松上下楼梯 医师申请生物质剂有两个条件 包括使用抗风湿病药物治疗无效 以及28处关节疾病活动度 大于5.1分 药物的话 我们通常就会选用两种的 疾病的调节的药物合并使用 这个治疗的时间 至少要三个月到半年以上 如果说还是维持高活动度 那就会跟健保去申请 类风湿性关节炎病患 发炎指数上上下下 不但会造成关节变形 未来罹患心血管疾病 及癌症的风险都会比较高 使用生物质剂进行标靶治疗 能够有效达到控制发炎的效果 它最大好处就是有效的控制发炎 可以抑制我们关节的破坏跟变形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 还有可能降低 我们刚刚讲心血管的风险 那它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这个药物呢 我们刚刚讲 它免疫系统混乱 所以我们需要去抑制它 那抑制它的过程中 有可能抵抗力会下降 那最大的风险主要是感染 所以对于这些患者来讲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去 监测它的感染的风险 生物质剂是一种蛋白质药物标靶治疗 可以有效阻断类风湿性关节 症状的细胞激素 或是抑制免疫细胞中的T细胞 GP细胞 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 那目前我们上市有 6、7种生物质剂 那这些生物质剂呢 大部分都需要 跟我们刚提到这个MTS定用 它的疗效才可以保持 比如说我们觉得 就是刚刚讲 中瘤块石因子的 这是有合并MTS这个药物的 那这边是它没有合并这个药物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疗效比 有合并的比没有合并的高很多 但是事实上呢 不是每个患者都适合使用MTS这个药 那这时候是怎么办呢 那其实还有其他的生物质剂 它的合并MTS使用 它其实疗效也是一样好 所以这时候呢 医师就要必须要根据患者的病情 根据它的严重度 去选择最适合它的药物 目前市面上的生物质剂肢类 以不同机制分类 有抗戒白素6 抗肿瘤块子因子 抗T细胞 抗B细胞等 部分的药物可以单一治疗 对于有些不适合 继续投与MTS做搭配使用的患者 也可以单独投药 以达到抑制发炎 消除肿痛及停止关节的破坏 更可以有效的控制发炎指数 减缓病患的贫血症状 达到全身性的症状缓解 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似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